大家好,又係我Ringo Sand 今日我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來和我做一個關於 Markham 8 號斯特蘭的訪問 這位嘉賓來頭絕對不少 他在香港和加拿大的大型發展商做過 又在專門做物業銷售的 Marketing公司做過VP Sales 到現在他已經開了一間Marketing公司 他是誰? Cornerstone Marketing Realty 的 CEO Johnson Chen Hello, 你好,Johnson Hello, Ringo 你好 很高興今天和你見面 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經知道 百號斯特蘭的這個項目 今天我們在這個Model 3 裏面 很多人都想知道有關於發展商H&W 麻煩你們和我們解釋一下 H&W 其實在多人多已經經營超過30年 他們由早期發展 他們主力是做房地產的建築 他們會興建商場、寫字樓 或者低密度的鋪位、Street Mall 這樣的商場發展 直到大概八年前 十年前他們就密室到有機會去買這塊地 然後就開始開發第一個項目 就叫做Fontana 就是第一期 所以到今時今日H&W 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發展的發展商 包括有住宅、高密度住宅 他們有做商業、鋪位、商場管理 都是包含他們的業務之內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裏附近 看到有不少項目出現 為何買家要選擇八號斯特蘭這個項目 問得好 為何八號斯特蘭 最重要的是房地產投資的地段 地段永遠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八號斯特蘭這個位置 可以說叫做黃中大席 是一個黃金地段 為何呢? 因為八號斯特蘭這個位置 是屬於Univill這個校網的區 這個校網區 這間中學 其實過往二十年 可以維持到在全安省頭二十名的中學 這個中學 可以維持到在二十年 都是領於一個高尚的位置 其實是代表著這個區 那些的住戶、家長、家庭 他們對教育 他們對小朋友的價值觀 他們對日後上學、入大學的重要性 這些全部已經建立了一個好的基礎 是因為這樣才可以一直以來二十年 都是處於一個高位 這個就是黃金地段的意思 我們剛剛在Highway Severington 和Warden的西邊 其實這個是很優越的 我們不僅有交通網絡 說的是Viva Bus 可以直通去到Markham Stouffield的醫院 向西那邊是直接到欣街 欣街在繁忙時間可以直接去到Finch的地鐵線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雖然在萬錦市 是四通八達 開車的人士是很容易 過一個燈位就已經去到407 407無論是向東或者西 都是交通無阻的 你向北那邊有404公路 向南邊有404公路和Done Valley Parkway 所以這個交通網絡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令到萬錦市 過往這麼多年發展得很詳順 因為它先天是天時地利人和 它交通網絡全部的硬件是一應俱全的 Johnson 你入行這麼多年 你也見到我們多人多的發展 近這十幾年的發展也是很快的 我們多人多 現在有很多時候在丹灘的人 就不需要養車 也可能小孩也不會生 你覺得這個趨勢會不會發生在 住在Markim的人身上 問得好 我不知道萬錦市居民會不會有小孩 不過可以說 在萬錦市的發展 是一個多元化的平衡發展 意思就是很多人意識到 在丹灘的人 就有一個很繁榮的大都市 接拍很緊湊 然後吃喝玩樂 在丹灘的人 全部東西都有在這裡 不過其實萬錦市的發展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 它是想怎樣可以做一個很完美 在多方面都可以兼顧到的生活環境 給它的市民 尤其是在我們現在這個區 就叫做 Center of Markham 是萬錦市的核心地帶 這裏政府已經點名 這個區就要重點發展 發展在哪裏呢 第一就是民喻康樂 說的是公園 現在說的是要有踩單車的路徑 說的是要有交通方便 是有公共交通 還有要有些道路 四通八達 這些就是那個發展的方針 所以你在Downtown 可以見到的 是可以很繁榮 很緊湊 不過永遠是看不到 就是公園 綠化 或者有些地方是小朋友可以玩 或者是單車路徑 而不需要跟那些車輛在這裏 在這裏鬥爭路 這些東西在萬錦市可以找到 所以剛才你問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用家 很多人都會開始想 或者到他日我是需要生兒育女 其實什麽的環境 是對自己家人 是真是一個叫做負責任 那個可以提供給一個好的環境 這個其實是包含有什麽元素呢 陸續會更多的年青的朋友 會面對這個問題 而他們很可能會覺得 萬錦市是一個適合他們的家園 不需要更多的年青的朋友 會不會讓大家看 有更多的禮物 那是對這裏鬥爭路 那是從來的 有些地方 是從來的 就是從來的